选拟还是要有什么理由吗 他们俩合作于舞台太吓人 美琪和安琪都在一起是一组网站 我肯定要赢 我们一阵第一 能以为安琪和孟美琪在舞台2023中不是针尖对卖忙的状态 也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却万万没想到两人在精力一攻的Battle二攻的户部打扰后 三公竟然选择强强练手合作同一个舞台 毕竟两人从出道开始就成为大家口中的竞品 一个是创造妖灵妖秀人冠军 又曾在韩国千万练习声中厮杀才有了后来出道的结果 孟美琪的舞台表现力畅跳实力在所有选手中毋庸置疑 而安琪虽然不是青春有你中各方面最出色的 但琪歌唱水平舞蹈实力却也是实打实的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尤其出舞台的一首原创曲《木戏》的表现 也是到了让L黄岐山等导师一致点赞的地步 而后一攻二攻的舞台也是意料中的实力发挥 而反观孟美琪的舞台之旅却似乎有些大起大落 不过好在二攻他回归自己的舒适圈 一手作为怪物让他重新找到曾经的自己 三攻和安琪的组队更是让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怎料下期预告中却看到两人舞台梦美琪意外跌落 为了重新获得大家的认可这也太拼了吧 不过好在这也太拼了一步